她现在做的事情根本不符合她的身份 我也在慢慢地学 也需要时间 我现在想赶紧回老家 可她却不想 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我想好好调整一下状态 好好过一下生活 难道我这样做错了吗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小李三十岁 来自四川 工人 有请 小周 二十六岁 来自四川 工人 有请 主持人好 好 主持人好 好 结婚四年 是吧 对 对 俩娃了 是吧 对 很幸福啊 主要是我们结婚四年嘛 我感觉她还是像一个孩子一样 没长大 看你着急的 问你现在幸不幸福 不怎么幸福 怎么会有这感觉呢 因为我们之前是我在成都修理厂上班 她是在一个餐厅上班 我们认识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嘛 结婚之后 她家里的地啊那些都从来不说少一下 我只要一不少啊 可以说一个星期 一个多礼拜 她都还是那样的 我也不是不少啊 这主要我也在慢慢学 我以前是没有做过这些家务活的 结婚以后嘛 她教我嘛 我就慢慢学 我也不是不学啊 就是啊 小姐 做饭也是 我上班有时候回来得很迟嘛 还要等我回来做饭了 做好了才吃 就现在还不会做饭吧 那我有的时候我出去买菜什么的呀 我买完菜回来 然后洗完菜弄好等她回来 她做饭不是一样的嘛 我就是觉得她 态度上就有点问题啊这些 像洗衣服那些 从来没说给你分开洗 全部是一股脑的全部丢在洗衣机里面 那些手洗的全部衣服都要搞重 而且还有很多绅色和浅色的 她一股脑的全部一起洗了搞混色了 我咋知道嘛 这洗衣机不就是拿来洗衣服的嘛 我怎么知道这些浅色绅色不能混在一起洗嘛 你跟我说过一次我就会醉了呀 我想起你们老说一句话 一蕴傻三年是吧 应该有六年的时间 还有两年就能成熟了 现在才四年吧 真是 我就觉得毕竟一起那么久了 她就没有任何去学 她工作上也是一样的 不想去上班了她就不去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一说她她就摔门出 啥都不拉 手机 钥匙那些都不拉 我又不放心她自己在外面了 这是为啥啊 我也挺累啊 我也挺累啊 我在那上班 国庆节中秋节各种包席 然后完了我就去上菜 然后去应付那些客人 然后上完一天半就挺累了 腰上背痛都起不来了 我就想休息一天又怎么了 所以我就是觉得她没长大任性啊 然后呢我们结婚嘛 本来经济条件不好 我就给她说我想 十一两年要小孩子 她都说的年轻一点要好一点 她就又喜欢小孩嘛 我心里想说如果有小孩了 她能改变一点 结果怀孕了更变不加厉的感觉啊 她就是反正我已经怀孕了 我啥都不干 名正言顺都不干了 反正就是该玩她玩她的 我玩手机玩手机啊 啥都不做 而且你说你怀孕了吗 人家其他的宝吗 都要看一些关于胎儿的书嘛 学习一下一天为几次来 或者怎么换掉不是 怎么抱嘛 她都好 她什么都不学啊 那我不是不学啊 问题是我一看那些书 我就烦了 我这心情也不好 那孩子呢 那就那个就不是很健康啊 孩子不开心什么的呀 然后到一月生孩子 孩子的时候人家的医生都说 有你们这样当妈妈的 啥都不会 就生孩子 那咋还生了第二胎呢 第二胎是个意外了 就包括大宝的时候 刚出生了 大宝都没奶喝的 都是吃的奶粉 为啥 没奶 然后差不多有个月的时候嘛 她就频繁地跟孩子 换了个奶粉 那次都搞到医院去了 让孩子拉肚子啊 我又不知道这种事啊 我就作为大妈呢 是吧 咱就给孩子一个最好的 那我觉得这个奶粉不好 那觉得另一个奶粉好 那我肯定给他画好的呀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任性了一点 包括孩子的衣服也是 他至于古老的买很多回来啊 穿不着都不说嘛 让那孩子穿了 还起很多红疹啊 那孩子都 那我看到人家那衣服 穿得漂漂亮亮的 别人孩子就穿得光纤练绿的啊 那我也想跟我们家孩子 买几套衣服啊 也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这有什么错 我感觉就是 他拿孩子来做试验一样 还大大练练的到哪种程度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 他倒好 他还在那客厅里面看电视啊 吃东西吃得可高兴的 孩子丢在一旁 在那个我们进门的那个板凳上面 嗯 我还问 当时问他孩子的时候 他还一下没想起孩子在哪里 他呢 我一说这个事情 他都还没说 觉得很那种 他还发一个朋友圈 那种态度 发什么朋友圈 他就觉得 哎 搞笑的 段子一样 觉得还发了个朋友圈啊 我截了个图的 我看看 我看看 都说一遍傻三 没想到是真的 买菜回来 竟然把娃 落在了鞋凳上 还好放在自己家门口 不是水果店门口 哈哈哈哈 我可能太想回到 没娃的日子了 这也是对生活的一种 自我解潮啊 那我不是觉得 那个买完菜嘛 我两个手都这么拿着 然后孩子就这么抱着的 然后我回家以后 我就把那孩子 放在板凳上了 我就去忙我自己的事了 然后我忙着忙着 我就忘了孩子在那 因为他孩子没哭没闹 是吧 我就以为孩子 我放在床上面呢 你当时 因为我孩子在那 我慌没慌 慌着慌着 但是我就觉得 他发这个朋友圈我 感觉就很不了理解啊 老大有人帮着带吗 有 外婆帮着带 主要是妈妈带 你是打帮手了吧 对 所以我就感觉 他一点都没成熟 没长大一样 然后之后 吴亦东又有了二宝了 有了二宝之后 他就跟我说 有个朋友在江苏那边上班 东子呢也比较理想 他就说的 把大宝留给孩子的外婆带 然后他呢就带着二宝 跟我过江苏 他带孩子 我听着 他这个安排挺好的 长大了 对对对 又挣钱 夫妻俩在一起 对对对对 孩子还在身边 我当时听着他这个说法 我听你也挺高兴的 我就接受了 结果过来一个月不到啊 孩子都快带瘦了一斤多 我实在真的不等心啊 我每天我也在哄孩子啊 我又不是没有哄孩子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不是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孩子这样太可怜了 我就把孩子又送回老家 送回老家 然后让孩子外婆一起帮带嘛 然后我就又过来上班嘛 两个一起上班 本来孩子送回去了 怎么说呢孩子也小 我也经常就打视频看一下他 然后这前段时间 大宝呢上幼儿园了 又在家里哭啊 家里也哭 学校去也哭 肯定是 然后他孩子外婆都跟我打电话说的 我们儿去嫁那个老师跟我打电话 说的想爸爸妈妈了 我听着心里有点难受 像之前二宝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自己带着的时候 我回去实际上说抱一下 他还给我反应 手支过来还冲我笑 现在回去了看视频 一叫他理都不理啊 那你不想孩子吗 我想啊 我怎么会不想孩子呢 然后我就给他说 要不我们就回四川去上班嘛 回家里上班 陪着孩子长大 然后我一跟他说这个问题 他就来去想要休息一点 我当时真的不能理解这个 确实我不能理解 你是觉得孩子不在身边是好还是 不是啊 我是觉得现在孩子 现在暂时也不需要我们俩了 然后外婆带着 我有什么不放心呢 是吧 那我想呢 咱俩就在一起过过二人世界啊 可以去旅游啊 做一些我们平时带孩子没有做的事啊 要有自己的生活是吧 对 那你觉得孩子送回老家之后 对你们俩夫妻之间的感情 是增进了呢还是不好了 增进了 吵架都变少了 哦 现在不是说你想不带孩子就不带孩子 毕竟你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嗯 要为孩子考虑 不是说为你自己考虑了 我就坚持要回去 他就坚持不肯啊 现在为这个事情吵了很多次了 我觉得孩子还小 我就应该想回家陪陪孩子 让孩子高兴一点 快乐一点 你是想回家陪娃 对 你是想在外打工 再自由个两年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听他们说你带了一个 助听器还是人工耳窝呀 助听器 是助听器 是先天的还是什么呀 先天的 先天就单耳是吧 对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共听 但是因为这个耳朵戴不进去 然后就只配了这一个耳朵的 哦 这个先天是听力弱 还是完全听不到 就有的时候就听不到 有的时候我把耳机取了嘛 你们拿着话筒 有的时候可能听见声 但是讲不清你再说什么 就只看见你们这张口 就完全听不到声音 明白了 所以你母亲其实挺惯你的 是不是 嗯 你妈挺疼你的 是吧 对 所以说让我觉得这四年来 真的一点改变都没有 我真的挺累 感觉是带着三个孩子一样 你就贴着带呗 不 当然确实太累了 你也是作为母亲的 你要想一下这一点 她要就不改一辈子就这样 你咋整啊 那我觉得这个生活真的很难 如果她一点都不改 确实很难 是迎来而上还是放弃啊 我呢倒是想迎来而上一点 但是还是要看 主要还是看她嘛 行 你提要求再明确点 她成什么样的 你觉得就可以了 好 能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能不要再像以前 像小孩子气 哦 其实说白了不就跟你回四川 不就完了吗 我是这样想的 哦 然后回去带孩子就好好的带 不要再像以前 哦 只顾着自己高兴了 其他的哦 都不管了 可以说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了吗 我也不是说我不带呀 哦 我想能先过过我们二人世界 然后等到孩子上小学以后 咱俩再回去不一样 哦 你要等老大上了小学再回去是吧 对 再自由个两三年 那个时候他可能就需要我们那样 你是觉得现在孩子不需要你对吧 或者没那么需要你 对 现在外婆带着 哦 行吧 三个孩子的父亲说了 责任我还是要尽的 但是我希望我们家的大宝 能快点长大 是这意思吧 能把那些小孩子脾气改掉 好 我问问 你觉得你老公咋样 你老公怎么样 好啊 光就好一个词就行了是吧 可以形容不了 哦 形容不了 超喜欢吧 哦 超爱吧 超爱 对你超好啊 嗯 然后又顾家对不对 对 在外面工作也很努力是吧 嗯 那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分局 我觉得他们太好了 哦 没有太多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想跟先生说一句话 就会先给你带来 你带来 咱们得来 你带来 我让我来 我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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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 我再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件事 让一个女人生孩子是不会让一个女人成熟的 也没有这么让一个女人成熟的 成熟这个事情是一个家庭氛围 从小父母让她慢慢地学东西她才会成熟 你啪 她丢个孩子 你给她亲孩子丢个葫芦娃也没用啊 熟这个事情就是生活氛围 就是得一点一点地教 慢慢地学习吸取 这是第三 第四 我最后说一句 就我尤其跟你说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是很成问题的 我跟你讲一个道理 所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啊 他都有退路 别人欺负了我找我爹妈 他有退路 留守儿童他没有退路 所以大量的留守儿童形成一个性格 就是无限去取悦别人 不断地在别人的脸色当中过生活 所以我也是特别不建议 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 至于怎么解决 你作为一个丈夫 就得你自己想办法 谢谢 就这样 谢谢璐琪老师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发言的将是一个异类 也还好吧 这个你那预运也没傻三年啊 那倒是 所以作为一个两娃的妈 我确实没有办法跟您话起什么顾名 相反我看着您我挺烦的 我最讨厌的女人就是 我会生但我不养 母鸡腹完小鸡 还知道照顾自己的小鸡仔 走哪儿带着她 母鸭还知道教小鸭游个泳 但是您呢 您只顾自己吃水果 把孩子扔在换鞋凳上 您想的都是我该怎么玩 您想的都是直接说一句 我不会没人教 所以我不用会 孩子最需要母亲的时间就是前三年 前三年是对于孩子的安全感和自信心的建立 你当妈当得太神心了 你真的会把你的孩子逼得就像璐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 成了葫芦娃 你的孩子将会是十项全能 说不定还是动不动就是 爸 妈丢了我去找妈 或者爸 我妈又把洗衣服的颜色给洗串了 我帮她漂白 有的时候低能的妈培养的碰巧也就是高能的孩子 但是娃生活自理能力肯定比妈强了 心理就一定健康吗 这个就又得回到刚刚璐琪老师所说的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上了 所以究竟要怎么选择 我觉得主要的选择权在您 不要听她的 她没有对人生做出任何决策的能力 你到现在还能理直气壮地说 洗衣机里头 我不知道衣服怎么串色吗 你洗过衣服没有啊 我没做过任何家务 你不做家务 你衣服都怎么洗的 就要嫁给她以后 让她嫁我的呀 你之前的衣服啊 之前的衣服都是我父母啊 爷爷奶奶洗的呀 你一直跟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同住啊 对 他们就把你看得这么废 你还以此为豪啊 长这么大 没说给爸妈减轻过一点负担 没说我长大了 我挣钱了 我可以来照顾一下你们了 这一些都不会 你还好意思啊 你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宠 你凭啥老在家里当个孩子 需要那一堆老人来宠你啊 可能他是个好男人 会愿意跟您这样一直这么过下去 也愿意一直这么宠下去 您就自己想 对不对得起自己的妈 和对不对得起自己的娃 谢谢米娜老师啊 有点懵 对吧 从来没人敢这么说你 那是因为家里的亲人 觉得你在听力上有些障碍 所以宠着你 又是先天的 所以父母觉得有点亏欠你 于是你就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就是老师们说的 一个没有长大的娃 他们可以怪你 但是你不能怪你自己啊 你至少能做一件事情 至少可以回家陪着娃 可能什么都不教 但是给他们心理上的力量 让他们成为那个 笨妈旗下的金刚葫芦娃 学会成长 在没成长之前先听话 比如说四川是一定要回的 娃是一定要陪的 琢磨琢磨好不好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也就是希望你 以后作为一个合格的妈妈 能把孩子给带好 不要再像以前那么任性 我也不是说我不带 我只需要给我一个缓和期 给我一点时间 我 因为毕竟你是两个孩子嘛 你不是说一个还有孩子不是生出来 你说想不管就不管的 我就是坚持我要回四川陪着娃一起长大 这是一个漫长的改造之路啊 建议你给她贴一张公表 就是你别老说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妈 你让她慢慢改进 比如说这一年 你需要为两个娃每天做的事别好 坐上就算达标 让她慢慢来吧 谢谢 谢谢 今天咱们这样啊 同意跟先生回四川老家 你就出来 好不好 好 谢谢两位 来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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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至少对先生来说 今天完成了一个最颜面前的任务 可以回家 可以看娃了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那以后你还是多多地赶一下 把孩子照顾好 真的 该咋大了 谢谢两位啊 祝你们一家幸福 来 请回 就是希望这一家人能够早日团聚吧 希望两个孩子能够健康快乐